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俊子以为是谁来了 杨阳哥说见老朋友时 俊子听成老婆 情绪紧张 瞳孔地震 内心好似在想 为什么把我老婆请上台 杨阳哥说是扑扑后 俊子一下子轻松了 瞬间笑了 这快速的情绪转变 我很难不联想到他听成是见老婆 最关键的是 难道老婆真的来了 和熊猫扑扑合影的亲密程度令人瞠目 俊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 多亲密可以牵手放在大腿上 合理怀疑老婆也在活动现场 熊猫扑扑疑似老婆 俊在发图后特意评论 没有发原图 无人在意 发图时间是8点05 但是此时 俊子还在直播间直播 那是谁登俊子账号留言 哈哈 是嫂子吗 第二 句位是猫头表情包 第三 整个句子没有标点 哈哈 嫂子的发文习惯 以前俊子的回复可不是这样的 有标点 狗头表情包结尾 由于俊子自己掌握微博账号 看来能登录他账号的只有老婆本人吧 诶 非常可爱 诶 我明天 我说好了 我明天走机场我就要被遮呆子 俊说 我明天走机场我就要被遮呆子 可是俊啊 明天走机场的是你老婆 不是你 7月5日一早 是你家属走机场 俊子你是6日去机场的 哈哈 是记得没错 明天是你家属走机场 你老婆的行程记得挺准确的 这样之外 我们还将有一万一千两百九十份 不同价值的定向福利分批赠送 是一共才五万分 对啊 第一波就来下了 哈哈 连起来就是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份礼物 他这个非常可爱 为什么 他是有趴着的感觉 这边应该这么个角度 帅气的角度 有点害羞的角度 俊啊 你在害羞什么 天亮了 该去工作了 不是工作 该回家了 我们要收工回家了 拜拜 今天直播结尾说了好几次回家了 以前都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各位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走吧 拜拜 拜拜 直播间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肯德基 拜拜 好 拜拜 再见 谢谢主持人 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谢谢 真的 大家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先撤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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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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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优惠哈 优惠 下次见 拜拜 等我安康 拜拜 哎呀 哎呀 我换衣服去了 去吧 下个星辰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 继续下一个 拜拜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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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欢迎下次再来玩 拜拜 下次再来玩 谢谢谢谢 辛苦辛苦 拜拜 早点休息 拜拜 嗯 今天野兽派直播说的不是常用的拜拜作为结束语 反而说了好几遍回家了 俊啊 你赶着回去见谁 你在上海有家吗 哈哈 是不是住在上海桥洞 吃死花大酒店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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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